俄羅斯街頭軍警駐守在關鍵設施 強化維安措施 就在俄羅斯瓦格納傭兵集團叛變後 外媒之急莫斯科的緊張 肅殺氣氛 市區內開始嚴格管制交通 甚至莫斯科對外航線機票 已經一票難求 不少人想要在戰火抵達前 趕緊離開 穆斯科民眾有人感到擔憂 但也有人對普丁有信心 俄羅斯轄下的車臣共和國 領導人卡迪羅夫表示 他的部隊已經準備好 協助鎮壓瓦格納集團 就民眾派下車臣的裝甲運兵車 在瓦格納佔領的羅斯托夫附近集結 眼看俄羅斯情勢奏變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強調 俄羅斯的弱點很明顯 俄國把他們軍隊和傭兵 留在烏克蘭領土的時間越長 他們留給自己的混亂 痛苦和問題就越多 美國總統拜登也掌握俄羅斯情勢 國務卿布林肯強調 美方會跟盟國籍合作夥伴 保持密切協調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說 這顯然是俄羅斯內部問題 歐盟對烏克蘭的支持 依舊堅定不移 俄國內部動亂 是否對烏克蘭戰爭帶來變局 歐洲各國密切關注 三連結束各自鋼 有一博中央報導